所以剛才介紹到了天文單位 這是在太陽系的範圍裡面 我們會用到天文單位 因為還沒到光年喔 光年已經算很遠了 所以接下來 剛才有講過了 火星最接近地球的時候是四分多鐘 光速四分多鐘可以到的 然後接下來我們走出太陽系 走出太陽系之後接下來 我們就會用光年了 因為夠遠了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想要 如果我們想要找太陽系以外 有沒有外星生物 那首先我們要先找太陽系以外 誰距離我們最近 哪一個我們比較容易看得到的星體 那看得到星體通常都是發光的 距離我們最近的 在春天有一個星座叫做半人馬座 夏天的叫人馬座 他的有一顆亮星叫做南門二 然後這一顆亮星有另外一個恒星跟著它互繞 欸很特別喔 恒星居然會有兩個互繞 欸錯 我跟各位講 我跟各位講 恒星互繞才不特別 單獨一顆存在的才特別 像我們太陽 太陽只有一顆恒星這樣子在那個地方 其他都是不發光的行星在繞著它的 這在宇宙當中算少數 在宇宙當中 兩顆星互繞的是非常多的 甚至有四顆星互繞 四顆星怎麼互繞 這兩顆互繞 這兩顆互繞 然後這兩個的主體又再互繞 還有六顆星呢 六顆星怎麼互繞 又好特別 這兩顆互繞 這兩顆互繞 然後這四顆這樣子互繞 然後另外還有兩顆本來它自己互繞 這兩顆又跟這四顆 整體又有在互繞 很複雜 這是冬季的一個星座 叫做雙子座 雙子座裡面就有六顆星在互繞 但是我說太陽現在真的找了老半天 很多科學家在找 太陽有沒有另外一個恒星在跟太陽一起互繞 找不到 所以太陽一個單顆恒星的算少數 好 這個跟南門二一起互繞的這一顆 恒星 有時候會繞一繞 會繞得比較接近地球 接近太陽系 但是接近太陽系 也要4.2光年 光要走4.2年才會到的 那你想想看喔 如果真的外星生命要來呢 以我們現在宇宙最快的速度 光速 過來要4.2年 我們剛才說到火星 坐個半年到那裡 你都覺得快受不了了 今天如果說那個外星人 他要坐個太空船 而且那個太空船可以用光速飛過來的 又畫4.2年 你看他 你覺得這外星人也有這麼大的外星嗎 當然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因為我們 我們人 跟外星人 是不是完全一樣 這很難說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再來看喔 那今天我們太陽 又跟太陽系的關係又什麼 太陽 我們太陽跟銀河系 對不起不是太陽系 太陽跟銀河系 有什麼關係 銀河系是一大堆星星聚集在一起 一個群體 然後呢 他中間聚集比較多星星 旁邊比較少 然後因為會 會整個盤面 像一個盤面這樣轉 那就有點像我們在煎了一個荷包蛋 我忘了把這個圖抓過來 來我先 我去 給各位Google一張圖給各位看 來 呃 來 就類似 好我們就隨便找一個 齁 就類似這樣子 好我們 我就不放他 還有他這邊 那個預覽可能沒辦法放到 好來 就這樣子 中間最多星星 旁邊比較少 然後他像一個漩渦狀的這樣子 然後這整個是一個盤面的感覺 中間星星最多 最多的人聚集在這重要的地方 旁邊就比較薄比較少 那我們太陽系 我們的太陽系 也不是在銀河系的中間 欸我們的太陽系很可憐 我們的太陽系有點算是在野大 不是執政黨 不是中心的執政黨 是在野黨 而且在野是野到哪個地方 來我們先看一下 銀河系 我們現在 我們 我跟你講我們現在沒有人能夠 飛出我們的銀河系 反抗我們的銀河系 沒辦法 但是我們 根據我們從裡面 看外面的感覺 那以及在看其他的銀河系的感覺 推測我們的銀河系 就像一個 欸 荷包蛋 中間是蛋白 旁邊是蛋白比較薄 的那種感覺 而且 我們的太陽 位在這個銀河系 大概 中間 就是從中間 到旁邊 切一半 再偏外面一點點 好可憐 我們現在粗估我們的銀河系的直徑 大概是十萬光年 那當然距離中心就是五萬光年啦 但是太陽距離中心呢 兩萬八 距離邊緣呢 兩萬二 兩萬八千光年 兩萬二千光年 夏季的時候就是我啊 銀河中心看 所以夏季的銀河 尤其到了天蝎人馬那一代 你看銀河最 心心是最多的 OK 好 越到 那個天鵝座的地方 你就覺得那個銀河 感覺比較薄 好 因為 接下來慢慢的感覺就是往上 盤面的上面 跟下面看 那冬天呢 就相當於往側面外面看 冬天也可以看到銀河 但是那個銀河很淡 因為我們正好從 銀河的盤面往外看 欣欣素比較稀少 可以嗎 好 所以 來 然後呢 銀河的盤面直徑是十萬光年 剛才講的 中心 剛才那個像蛋黃那個厚度 1.5光年 欸 1.5 假設這樣 那石有這麼大 哇 這個 感覺這個盤子很薄 很薄 對不對 然後呢 再來 欸 請問有沒有人旅遊去到南半球過的 有嗎 下次各位有機會如果能夠到南半球旅遊的話 真的一定要找機會看天空 因為在南半球 可以看到某些北半球看不到的東西 特別是 這兩個 我們銀河系以外 最接近我們的兩個銀河系 大麥者人星系跟小麥者人星系 這在南半球才看得到 而且它相當 看起來像是兩朵魚 淡淡的 可是 不太會移動 當然它會隨著地球的自尊慢慢的 一樣東升西落 可是呢 它有機會各位看 它站的範圍還蠻大的 大概是 你把那個 我們看到天上的月球 你大概要排個十幾顆 排成一直排 這樣站的範圍 有機會去看一下 那為什麼叫大麥者人小麥者人呢 因為是麥者人航海的時候 航到南半球的時候 看到天上兩朵魚 以為是兩朵魚 所以最早稱為叫做大麥者人雲 小麥者人雲 後來才發覺它其實是我們銀河系以外 兩個銀河系 OK 你的眼力 一樣可以看到它 所以各位的眼力可以看得到 這麼遠的宇宙東西 你的眼力可以到那麼好 它距離我們多遠 待會再講 但是呢 為什麼要提到這兩個 因為在1987年的時候 它發生了一件事情 幫我開燈一下 謝謝 上面的燈幫我打開 謝謝 因為在1987年 各位都還沒出生對不對 我已經出生了 但是我也是過了好幾年以後才知道這件事情 1987年的時候 2月23號那一天晚上 有很多的天文學家聚集在南美洲智利的山上 這些天文學家在幹嘛呢 他對著大麥者人星系小麥者人星系拍照 就長時間觀測拍照 沖洗出來做記錄 因為要隨時看看大麥者人星系跟小麥者人星有沒有什麼變化 每天都有人在拍 結果在2月23號晚上的時候 有一個晚上9點半 有一個天文學家叫做Everett 這個天文學家呢 就對著大麥者人星系 就晚上喔 晚上9點半喔 對著大麥者人星系拍了一張照片 拍著小麥者人星系拍了一張照片 拍完了之後 重啟照片 重啟出來 他也沒有仔細觀察 他後來就 記錄好 他就去休息 到了10點半 晚上10點半 另外一個科學家 叫Robert 他也一樣 對著大麥者人星系跟小麥者人星系 各拍了一張照片 然後之後就 重啟照片 記錄一下 就去睡覺了 結果沒想到 在這之間居然發生了一件事情 當時沒有人知道 隔了一天 今天2月24號 傍晚 大概5點左右 有一個 加拿大多倫多級的天文學家 就是他是多倫多出生的天文學家 叫做Ian Sheraton Ian Sheraton 這個天文學家 他就去把這邊之前的科學家 拍照的東西拿出來做個整理 他就把 Aberton的照片跟Robert的照片拿出來 一看 嚇到了 有事情發生了 什麼事情 來 各位的右手邊是Aberton 9點半拍的 同一個天 70點半 Robert拍的 在左邊 你們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什麼爆炸 什麼爆炸 恒星爆炸也對 然後那個 嚴格來講 真正的專業術 我們要說 超新星爆炸 超新星爆炸 特別嗎 特別 因為 過去的紀錄 在1987年 以前 當時發現的紀錄 大概10個指頭算得出來 現在1987年 居然被他發現了 這時候你知道 這個Ian Sheraton 太緊張了 你知道嗎 如果今天我是第一個人去通報 國際天文聯合會的話 我就出名了 所以他非常緊張 他不敢跟Aberton講 也不敢跟Robert講 因為我跟他講的時候 到時候他還來跟我 真說我是先拍照到的 或者怎麼辦 他就很緊張 趕快默默的 到那個電話旁邊 拿起電話 開始打 欸 怎麼電話沒聲明 因為那天晚上 智力的天文台 對外的通訊 他已經斷掉了 他超緊張 那時候沒有iPhone 沒有手機可以打 他都超緊張 你知道 因為 當時知道全世界 對星象常常在觀測的 不是只有南美洲 南非那邊也有專家在觀測 澳洲那邊也有專家在觀測 萬一有人看到了星報怎麼辦 我就很緊張 他就聽到隔天凌晨 智力的天文台 會有一個交通車要出去到山下 去採買物資 他也不敢跟誰講 趕快偷偷地躲到那個交通車上面 然後呢 隔天早上交通車果然就下山去採買 趕快去找一些 一些那個什麼 店家 趕快接個電話 打電話到國際天文聯合會 國際天文聯合會在英國 打過去之後 還好同胞他是第一人 哇他太高興了 你知道嗎 因為你知道 我們先插題一下 他那時候發生的事情等一下再說 插題一下你知道嗎 他同胞他是第一人之後 他真的就出門了 因為 後來的一場的超新星會議 就選擇在 這個 EAN SHIRTON的家鄉 多倫多舉辦 請問Ever是誰啊 Robin是誰啊 他姓什麼 對不起我也不知道 誰理他們 不要只光會拍照 要會發現 你沒有會發現 你什麼都不是 回頭來 剛才你知道 EAN SHIRTON他很高興 他總算是通報第一人 他又出名了 他就很高興 打電話給他 北美洲的友人 加拿大的友人 美國的友人趕快通報 我跟你講 我看 我找到了這個 大麥責人星系 有超新星爆炸 他超高興的 他很多友人 也知道超新星爆炸 是非常稀有的 然後也開始問他說 真的嗎 那請問大麥責人星系 距離我們多遠啊 這個EAN SHIRTON也很激動 我知道 大麥責人星系 距離我們十六萬光年 講到這 他自己也認不住 你知道為什麼嗎 有沒有人跟我講 為什麼 據說講 那是十六萬光年前的發生 答對了 那個超新星爆炸 是十六萬年前 就爆了 爆炸之後 用快速的光速傳過來 到我們最近的銀河系 花了十六萬年 我們在1987年的2月23號晚上 九點半還看他活著 十點半看他爆炸死掉 你看 他這時候他也突然讓不住 距離我們最近的銀河系 可能在人類還沒有文明的時候 他就爆了 沒想到他這麼用快速的光速 一直傳達給他周圍的這些知道 也花了十六萬年才知道 他這時候真的靜呆 他就想說 哇 那到底我們宇宙多大 距離我們最近的銀河系 都要這麼久 那我們宇宙到底多大 待會再講 來我們先給各位看一看 這邊 他的編號 這一次的事件 編號叫做 SN1987A 各位知道這個SN是什麼意思嗎 不錯 給你加分 不錯喔 SN就叫做 Supernova 我寫一下 Supernova Supernova 然後我們中文翻譯叫做 超 因為超級亮 而且呢 我們中國人認為 看天上 本來沒有那顆星星的 突然有一顆星 怎麼那麼亮起來了 感覺是星的一顆星 然後又超級亮 所以我們叫超星星 從字眼當中你覺得是 哇 有一顆星誕生了 實際上是一顆星死掉了 所以再來我跟各位講 NOVA的字也可以猜出來 NOVA的字猜出來 也是一個天文的名詞 然後它的意思叫星星 不過星星也是一樣 是一顆星星已經死掉了 但是它的意義不一樣 它不是爆炸死掉的 這以後有機會再說 那只是我們 我覺得中國人 他之前就是看天上 怎麼夢想 蹦出來一顆星 所以稱它叫星星 然後超級亮 超星星 所以叫Supernova 然後 當時1987年發現的 第一顆 所以用A 然後發現第二顆 到時候用B 可是現在你知道嗎 它現在有很多的技巧 可以發現 一年可以發現好幾個 所以慢慢的編號 就已經不是這樣子了 可是大概1987年當時發現的時候 真的是 真的是 感覺好像你就是 身歷其心才 剛剛看到它發生一樣 但是你在看它是 十六萬年前發生的事情 真的 你回想你就會覺得 哇這靜帶了 但是我們再暢題講一下 天文的名詞 大家特別喜歡用 就像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比如說日食叫做Solar Eclipse 我這個nova先留著 那個什麼 那個 Eclipse OK Solar Solar是太陽的形容詞 Solar Eclipse 日食 好 那甚至呢 跟我們這次的新冠肺炎 有關的一個名詞 叫什麼 Corona 它叫做日眠 日眠 就是太陽 外圍 有一層 日眠 日眠層 Corona大家都很喜歡 你看用在 現在居然還可以用在 新冠肺炎的 名詞上頭 OK 那所以有些名詞 你如果不知道意義 請不要亂用 因為 各位知不知道 以前火 我不知道你們這個年代 那個還在不在 應該 你們是2000後出生 還是2000前出生的 2000後 就是大陸稱的00後 你們是00後的 很年輕 來我跟各位講 那個什麼 在火車站 台北火車站前面有一條路 叫做管前路 那個地方 現在那個 那邊那個店叫做 好像是 這個要怎麼講 H&M 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那個店 那家店 以前的前身 是一個賣3C產品 賣場 那個賣場 取名叫做Logo 然後你知道嗎 我從民國96年 大概19 2007年 我就開始在講星象 在學校開天文課 然後在開天文課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對班上的人講說 這個 那個賣場叫Nova 可能不太好 因為這Nova是代表一顆星星死掉了 它去你叫Nova 有點不太吉利吧 結果 現在已經沒有了 據說桃園火車站前面好像也有一家賣場 叫Nova 現在 夾翼也有 所以都還在 我們看看可以撐多久 大家來做見證一下 然後你知道還有發生過一件事情 我在第一節課自我介紹的時候 我沒有跟各位講我還有一個身份 我是台灣的Google講師 就是那個 現在全台灣在推廣Google的老師 而且是有被國外的Google認證 我們要寫一些東西去國外的Google